好一趟日本的企劃 啟動 哈囉大家好 我是彩洛古 歡迎來我的頻道 其實最近 我有一個問題 真的最近不好睡 我不舒服真的 所以呢最近跟經紀人說 請幫我找個最好睡的床墊 啟動 經過大量的努力 然後呢 終於有一家床墊公司 願意提供產品給我們次次 而信信蟻蟻地覺得 他們的床墊是 台灣最好睡的床墊 究竟這個床墊是不是好睡 特別不知道 要知道這個床墊到底好不好睡 就一定要日本人覺得 最好睡的日本榻榻米 跟歷史船墊做一個對決 所以呢 我們特別要去日本吧 為了比較榻榻米跟牆墊 好一趟日本的企劃 啟動 我到桃園機場 Yeah Let's go 對決定的 好的 今天到日本 回來了 真的是 你 我的天啊 敖滕 不 sharing 不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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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要回台灣 啊 日本好累喔 太慢了 太慢了 台湾で最も 開眠できる 安眠できるという 噂の レッドマットレス 届きました イエーイ イエーイ スーフ クッ 呻呻 嘿嘿 就走了 人 не好 看到了 日本人很棒 朋友 年纪 以后 年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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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清洁的房间对日本人来说非常重要 所以能有一张可以吸的床垫非常厉害 而且超好睡 还有非常方便 我推荐给各位了 该要让有传电资讯的链接哦 感谢你的观看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请帮我按赞 然后别让地订阅我的频道 请帮我开启小铃铛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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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